宇宙的星空深处,黑暗皇帝贝利亚发现了一颗资源丰富的星球 贝利亚要掠夺这里,作为他征服宇宙的大本营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颗星球上有一个很奇怪的诅咒 凡是说假话就会变成猪 两小时之内都不能恢复 说假话超过两次,将永久性的变成猪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点个关注大宝来讲给你听 贝利亚来到一座高山之上 这颗星球现在是我的了 本大爷要征服整个星球 让所有人臣服在我脚下 没有人可以打败我 也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 由于说假话,贝利亚被诅咒变成了一只大野猪 贝利亚非常的不甘心 在山峰上疯狂的乱窜 发出凄凉的猪叫声 终于两个小时过去了 嘿嘿,总算是变回来了 什么狗屁奇葩规定 这颗星球太奇怪了 我先混在人群中打听一下 反正不会有人发现我 因为我这个人看上去就不像一个坏人 哇,还没有说完 贝利亚再一次被诅咒成了猪 真是活该啊 认为诅咒的好,诅咒的妙 诅咒的呱呱叫的帅哥美女们 此时可以来三个鲜花表情 大家敲锣打鼓庆祝一下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大爷的什么破星球 不能说假话 那我就说真话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首先,曾经有人打败过我 嘿嘿,没事 其次,我看上去就像坏人 嘿嘿,还是没有事 虽然我这人很坏 但是,我最帅 贝利亚第三次说假话 被永久的诅咒成了一只猪 小朋友们,说假话的危害 真的太大了呀 就像我一样 我从来不说假话 比如,我是最帅的怪兽 永遠 快快 快快